赛后在终点剧烈呕吐 他坦言 我真的用尽全力 跑完步之后我吐了十次 这几天真的太热了 换句话说 米斯·雷查克从未表示暴徒与赛纳河有关 而是因为全力比赛 加上气温太高所导致的恶心症状 2024年巴尼奥运铁人三项赛事的游泳环节选择在赛纳河进行 引发了有关水质的激烈争论 原定于7月30日的比赛因水质问题推迟至31日 赛后 加拿大选手米斯·洛楚克在终点剧烈有兔的画面在网络上疯传 引起广泛关注 三纳河曾经污染严重 细菌寒浪长期超标 百年来禁止游泳以避免感染疾病 为了准备奥运 法国政府投入超过14亿欧元又504亿台币进行整治 巴黎市长伊达尔甚至在奥运前西亲自下水游泳 以示范水质改善 根据报道 由于连日大雨导致三纳河细菌寒浪升高 水质状况不佳 铁人三项赛前练习被迫取消 赛事也推迟 主办单位在31日宣布水质达到安全标准后 选手们才得一再压力三大三四桥跳入赛纳横参赛 比赛结束后 比利时选手维梅伦在接受VTM访问时表达了对河水质量的不满 他表示 我喝了很多水 所以明天就知道会不会生病了 当然 河水的味道不像可口可乐或雪碧 另一位比利时选手范瑞尔更说 游到桥下时我闻到汉看到不该想太多的东西 赛纳河已经占了100年了 说运动员的安全是优先考量 简直是胡说八道 维梅伦为了防止生病 赛后采取了多种措施 包括服用益增菌和喝氧乐多 但他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他在女子铁人三项中排名第24 对于比赛安排和河水状况表示无奈 加拿大选手米斯洛楚克在游玩1.5公里 骑玩40公里自行车并跑完10公里后 赛后在终点拒6吐 他坦言 我真的用尽全力 跑完步之后我吐了10次 这几天真的太热了 换句话说 米斯洛查克从未表示暴徒与赛纳河有关 而是因为全力比赛 加上气温太高所导致的恶心症状 大家对赛纳河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但最后一次进攻竞选择上篮得分 让观众和外国球评都大感错愕 至于为什么要投2分 网友纷纷洗版回应 后卫可能记错分数了 看起来向赶下班 中国女男在巴黎奥运手战面对西班牙队 原本一路领先的他们在下半场陷入胶着 更在比赛最后27秒被西班牙队扳平 最令人惊讶的是 延长赛即将结束时 中国队落后3分 但最后一次进攻竞选择上篮得分 让观众和外国球评都大感错愕 至于为什么要投2分 网友纷纷洗版回应 后卫可能记错分数了 看起来像赶下班 领先全场却被拖进延长赛 最后这操作真是让人笑翻 我也很错愕 笑死 直接上篮 对方发球也不上去犯规 真是搞笑 全场屏息一带 结果这样搞笑真是让人吐血 不敢投3分 为什么不把球交给王牌李梦主理 没人敢挺身而出 心脏不够大磕 主播傻眼 真心傻眼 国外主播最后崩溃 为什么要投2分 怎样都应该砸3分吧 到底XD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并在OnlyFans开设专页 上传成人影片与照片 对此 英国奥运代表队内部消息人士认为 虽然管理层不赞同选手 在OnlyFans贩售成的内容的行为 但基于现实考量 暂时无法阻止 消息人士解释说 这些运动员的日常训练非常辛苦 除了训练之外 几乎没有时间赚钱 2024年 巴黎奥运会议进入最后备战阶段 各国代表队正如火如荼的进行选拔与训练 就在这关键时刻 英国跳水界却传出一股颠覆性风波 据报导 有多名英国国家队跳水好手在训练之余 欲成人社群网站OnlyFans开释专页 上传成人内容 及此筹措外收入 补贴备战奥运的日常开支 根据太阳报报导 在英国国家跳水队部分成员 公开加入OnlyFans行列 其中最受瞩目的包括 2020东京奥运男子双人 10公尺高台项目金牌得主诺亚威廉斯 以及2022大英国协运动会 双料跳水金牌得主杰克劳尔 报导指出 两人都在被选为巴黎奥运代表队的同一周 并在OnlyFans开释专页 上传成人影片与照片 对此 英国奥运代表队内部消息人士认为 虽然管理层不赞同选手 在OnlyFans贩售成了内容的行为 但基于现实考量 暂时无法阻止 消息人士解释说 这些运动员的日常训练非常辛苦 除了训练之外 几乎没有时间赚钱 他们的身材都相当好 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收入 管理层祝福他们好运 理想状况下 他们应该能透过赛事 获得足够的报酬 届时就不需依赖OnlyFans 23岁的诺亚威廉斯 在OnlyFans上传了成人影片 29岁的杰克劳二则是全裸出境 根据估算 他们通过这些副业 每月可赚取数千银� 不过 自从两人再度被选为奥运代表后 在OnlyFans贩卖成人 赢因赚钱的行为 引发外界争议 有消息人士分析指出 诺亚威廉斯与杰克劳二 都认为透过OnlyFans 发布成人内容是筹措资金的必要之举 虽然英国奥运代表队不提倡这种做法 但无法强制禁止 现实是 作为运动员他们确实需要这笔钱为生 除了上述两位知名跳水好手 其他如26岁马提里 27岁丹尼尔谷的菲洛哈 24岁马修迪成等英国国家队成员 也都在OnlyFans开设粉丝专页 不过 19岁的罗比尼虽然短暂在OnlyFans露面 但目前已关闭相关页面 面对团队成员在OnlyFans寻求成人内容资金的争议 英国跳水管理机构目前态度较为开明 内部人士表示 虽然官方不鼓励这类行为 但基于选手现实困境 占无法予以干涉 然而 若影响过大 恐将面临更严格的规范 未来英国体育当局是否将针对 顶级运动员心治愈不住提出改革 一度绝类似争议事件 仍有待观察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于7月26日在巴黎举办 主办方力求举办一届历史上最环保的奥运会 采取了许多创新措施 战性的决定之一是选手村将不安装空调 只提供风扇 然而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代表队已表示 他们将自行携带空调设备 由于全球暖化 2024年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华盛顿邮报和美联社报导 巴黎阿委会计划使用地下冷却管道系统 为选手村降温 预计可将室内温度保持在设施23度至26度之间 此外 每个房间内都将配备电风扇 以进一步改善选手的居住环境 巴黎8月1日的平均高温约为26度 官员们保证 选手村房间内的温度将至少比室外低6度 其他环保措施包括 选手村的床有纸板制成 床垫则采用回收渔网制作 奥运会结束后 选手村将被改造成可容纳约6000人的公寓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美国奥委会与帕奥委员会CEO沙拉 海雪兰塞罗赛斯文G6月21日表示 美国代表对认同主办方的环保努力 但为了确保运动员的表现稳定 他们决定自备空调 他强调与运动员交流后 我们了解到这是关乎表现能力的重要因素 华盛顿邮报调查了20个规模最大的参赛国家 其中包括美国 德国、澳洲、意大利、加拿大、英国、希腊和丹麦 在内的8个国家表示将自备空调 德国指出仅有少数体育项目的选手会使用空调设备 日本早在去年12月就宣布了自备空调的计划 但为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最新询问 如果日本也加入这一行列 那么除处办国法国外 所有继7国家都将自备空调 中国代表团作为奥运最大的参赛队伍 上位回应记者的提问 目前其计划仍不明确 巴黎市长安利伊达哥·安哈达奥哥表示 我希望巴黎奥运能够在环保方面树立典范 这次奥运会的环保措施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 展示了奥运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然而 如何在环保目标与运动员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仍是一大挑战 运动员的表现与其居住环境密切相关 事宜的温度对他们的训练和比赛状态至关重要 对于来自气候较凉爽地区的运动员来说 高温可能对其表现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各国代表队选择自备空调设备 确保运动员能在最佳状态下参赛 大家对奥运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